中美貿易大戰 兩邊如火如荼的 一個正在展開當中 甚至美國已經初步的 要徵收10%的一個關稅 那到了明年1月1號以後的話 會徵收到25%的一個關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國大陸9月24號 公佈了一個經貿的摩擦白皮書 全文高達了3.6萬之號 態度非常非常的強硬 說中國大陸對於貿易戰 不願打 不怕打 必要的時候不得不打 而且不受加徵關稅的一個威脅 甚至揚言說 我不會跟你美國做任何的經貿談判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話 貿易戰的話會影響到各個層面 而且這2000億的貿易戰的話 擴急的層面非常非常的廣泛 包含了11住行 針對美國的任何的11住行 從中國大陸進口進來的 都很有可能加徵到一個關稅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的話 就是汽車產業 是 汽車產業包括了哪一些呢 我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 車輛用的輪圈 哇 這個每年有高達22.8億美元 另外呢 汽車 煞車跟相關的組件 也有16.4億美元 這麼多的一個狀況 所以會不會到最後來這個中股車 新車被人賣不動了 因為新車的關稅好高好高 那這樣子中股車會不會變成打不死的蟑螂 一台車子呢 我們看到這次受到這個關稅大戰影響 車頭燈 照明設備 然後呢 輪圈 煞車盤 其實還有 我相信還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現在是世界工廠 有一些你看起來 比如說 美國製造 過去叫Made in USA 現在呢 很多叫做Assembled in USA 那我們更知道說 美國是一個全球這麼大的市場 你說 因為我現在不開美國車啊 我開日本車啊 我開德國車啊 現在只要主流的這種國際品牌 不管是德國品牌 日本品牌 在美國都設廠 等於說今天你這些零件 只要進美國 那就跑不掉了 對啊 相關零組件都在這裡 對 你就跑不掉了 包含很大一圈 是 所以不管是美國本土品牌 那當然跑不掉 那其他的主流品牌 日系品牌 德國品牌 其實都會這個受影響 所以新車呢 當然啊 我必須坦白講 這一東西到多久以後 才會發現說的確在製造成本 呈現多少漲貨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汽車市場 台灣也是一樣 只要有這種很大的經濟因素 很大的經濟事變一發生的時候呢 看起來是傾向可以漲價的 車上一定先喊漲嘛 台灣也是一樣 有說匯率 有說怎麼樣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一定整個新車的價格至少變硬 然後呢 至多呢 就往上調整 那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消費者可能因為這個情況 消費力沒有那麼好 就投向二手車 我覺得是可以想像的事情 那台灣車上會不會也連帶受到影響啊 在台灣來講 以台灣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蠻有趣的連帶效應 應該信學有提到嘛 哇 已經飆到四千多萬輛了 對 本來在一五年的時候是往下修喔 沒有想到呢 這兩年在談起中貿這種經貿大戰之後呢 哇 整個整個衝到四千多萬輛 這個就是說 你今天不買新車去買二手車了 那買氣多了之後呢 當然價格就往上走 而且其實我們知道像歐盟啊 或美國這一種先進國家這種大陸國家 其實他們二手車是過剩的 所以很多車子是外銷的 所以台灣領導人現在很清楚 很多這種所謂WTO新股車 就國外使用過的中股車出口到其他國家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他們這些中股車一大部分 不是賣給美國消費者啊 是我們台灣啊 東南亞啊 或中國大陸的這些買家 去那邊買這些車 飆場也好 經銷商也好 甚至個人買家 都能夠賣出來 那現在美國他本土自己的買氣拉升之後 當然車源變少 價格往上拉 那這些台灣去買車的車商 說實在的 本來就沒那麼容易啦 李董 我也聽過業界講 說以前啊 中國可能經濟沒那麼好的時候 台灣商人去那邊抓車喔 很好抓啊 條件好之後抓抓走 那現在呢 因為有大陸人競爭之後 哇 常常好條件的現在抓不太一道 是 而且聽說雙B一台喔 一台進來要漲價四到十萬塊錢 那個是外匯車啦 我印象那個林董 外匯車的話 因為美國自己本土的話 這種二手車的話 基本上都已經漲價了 是 那我們台灣進去拿的這些 所謂的一個外匯車的話 會不會也跟著漲價 相對的是會的 因為中股車 尤其在中股車 在外匯車 實在在台灣的市場來講 總代理的車是 比較有一個標準的價格 那外匯車進來的外匯車 是 就自己去拿的嘛 自己去搶的車嘛 對不對 是 那因為有些外匯車 它有些還包含是韓代帝的車 那不符合台灣使用 你看看造價成本 總代理的車 因為造價成本跟貿易 那個隨後的車子 它有時候造價成本 同樣的車款相差一百萬 你看的是一樣的 但實際使用是不一樣的 包括我們從它的水箱來看 我們雅樂代帝的水箱是大的 韓代帝的水箱是小的 所以你看到的 有時候消費者都不懂 我看到的價格是便宜 那其實事實上 當你要賣車的時候 你買到 你覺得買到這個外匯車 我不是說外匯車不好 但是它的穩定性 市場未來的價格 穩定性不夠 因為它沒有一個標準 你總代理的車子 它未來的 包括你在買新車 它的落地當天15% 它一連折就10% 它是很固定的 那你要買外匯車的時候 你買的是便宜 覺得我便宜 但實際上你使用三年以後 你在賣的時候 怎麼我這一部車要折就100萬 那我總代理的車 為什麼折就開個三年 我的折就不用到60萬 所以有的消費者很不清楚 懂得理財才理你 不懂得理財才不理你 所以買中古車 為什麼現在的中古車很夯 其實事實上 你現在的新車的情形 在新車你說在中美大戰的時候 然後它這個中美大戰 它是 因為現在的新車公司 它是 現在以目前來講 它說自己吸收 它不會去調降價格 它是自己吸收 而且未來會漲價 漲價是什麼 引擎不改 外觀跟你改一下 變相的漲價 所以買中古車是有邪問的 但是買中古車最重要的 要有花票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中美貿易大戰底下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外匯車 原本是從美國來進的 我想龐德有沒有可能 跑到了歐洲來進 是 剛才林董講的 其實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大概再說明一下 比如說手上這一個 我大概仔細看一下 這儀表板 你看這邊轉速 這邊轉速 這邊時速很清楚 但你仔細看 我們先看轉速表這個地方 它下面 有這裡一個機油溫度 120度到300度 嚇死人了 怎麼300度 細看原來是華氏 它這邊叫華氏 而且它是刻在上面 這不能改的 然後你看左邊這一圈 時速表的部分 外面這一圈 極速200 那有車才200而已 原來是 外面是英里 外面是英里 裡面是公里極速330 像你看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 從美國進來的車子 本來是要美國使用的 它勢必就是華氏跟英里 所以其實市面上 這些外匯車 除了剛才林董獎那一之外 它本來就有一些 水土不服的情形 包括這些東西 是不能改變的 不一樣的 然後就是在國外 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現在的車商 去國外買車的時候 常常買不到 就是rank比較前面的 因為價格太高了 你買進來 可能沒有競爭力 再加上 國內這些外匯車的車商 外面這個 乙兒傳兒 這里程可能不準 對 曝光一次之後 查不到之類的 所以其實在市場上 本來就是同樣的品牌 同樣的年份 總代理的時候 台灣總代理 新車開到現在的 跟國外中股車買進來的 外匯車 其實價錢本來就有 滿大的落差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這一個 所謂中美貿易大戰 我覺得受很大的影響 因為從前這些美規的 美規的外匯進口車 主要就是價格很吸引人 因為你說國外環境好 我們弄車都知道 只有日本進來的車 的確車況特別好 美國或歐洲進來 有時候甚至比台灣還差 因為韓代它可能底下灑鹽 底盤都生鏽 所以通常它的競爭 最競爭的 有競爭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價格 如果說價格起來 不得了 我覺得外匯車一定受很大的影響 好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台灣二手車的一個數量 那二手車的一個數量 其實現在二手車已經變成 很多人的這個第一首選 二手車的一個車輛 待會我們要來仔細看一下 台灣就這麼點大 這個北中南的話 二手車每一個車價都不太一樣 到底你的車子的話 到底應該要到哪邊去挑 到哪一個縣市去買 到底有沒有這種說法 好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那是台灣目前二手車的 一個市場的數量跟價格 Toyota的保值性是不是比較好 是 當然我們看這個圖表 這個線高高低低 這個排列 Toyota第一個 Volkswagen最後一個 這個排列我們仔細看 它主要是以單年份 它的成交的數量來做排列 最多是Toyota 一年賣了6000多部 最少是Volkswagen 一年賣1000出頭部 所以很清楚的 Toyota的數量最高 但是你注意到 它的價格其實並不是最高 反而是123 銷售量第三名的賓士 哇 價格 平均價格117.7萬 顯示說大者很大 品牌硬就是硬 你取得貴 你賣的也貴 然後不管你喜不喜歡賓士 賓士這個品牌 很多人覺得 男人的第一個 代表自己有成就的夢想 等等的 所以你會看到 賓士這麼高的單價 居然可以排名到 哇 你看連Nissan 福特 然後Mazda Honda Honda Volkswagen 品牌形象相對弱了許多的呢 銷售量都不急於賓士 所以我覺得在買車的時候 在買車的時候 品牌就是第一個優選 Toyota你 那開三年折不到三成 怎麼那麼貴 但是你放心好了 你買進來之後再開一年 還折不到四成 所以保持性很好 所以賓士也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除了車況之外 品牌選擇絕對是非常重要的 是 汽車產業是非常的特別 它受到那個關稅的一個 保護的一個主意的話 對於當地的一個產業 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甚至呢 如果一旦呢 出現了一個貿易大戰的時候呢 汽車產業的話 都會列為第一波的一個攻擊的一個對象 不過龐德我問一下就是說 福特的話 如果未來的話 福特現在目前在台灣的市占率到底是如何 然後如果未來的話呢 這貿易大戰一旦打起來的話 福特的一個車子的話 它會不會應聲漲價 其實台灣有幾個品牌 包括福特 包括本田 都是有本來有一些主力的暢銷車種 因為後來市占率越來越低之後 改為進口 所以呢 本來這一些所謂的貿易大戰 對這些國產車來講 應該影響不大 但是呢 現在如果說他們進口車的數量 越來越多之後 當然就受影響了 但是呢 所謂福特也好 本田也好 這一些呢 本來國產後來改成進口的 其實數量都不多 所以我想如果說他們這一些 數量不多的進口車 車這個價格抬高之後呢 我想對整個品牌來講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好 那這個李董 一般的話 我們那個品牌的話 保值性的話怎麼看 應該來講分開兩件事來談 因為中古車 還有進口車來分開來談 因為在台灣的市場 從它的 就說Toyota來講好了 Toyota中古車的市場 Toyota它中古車的市場 它是很穩定的 最穩定的 第二就是它HONDA 它落地當天呢 它就很固定 落地當天 它掛了牌當天就15% 然後每年的折舊就是10% 一到第六年都是一樣的 所以包括它的市場的 市場的需求 包括中古車的未來的價格 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就這兩種國產車 是在台灣的接受率是最高的 其他我們就談到福特 三零 馬自達 還有 我們幾個國產車都是一樣的 他們那些 就是Toyota 還有鳳達 它的落地當天就掛牌15% 其他的 它的落地就是20% 每年它的固定都是10% 非常... 那個我找 我把它研究出來 我在我的網站裡面有寫 它的折舊的公式 所以買這個就是國產車的 國產車的一種公式 那進口車在台灣呢 就是Benz B&W 所以它的穩定性 這兩種穩定性非常高 所以它的落地也是15% 那個新車的落地 你剛剛有講到 每年折舊大約是10% 不管任何車 當你是買的價格的話 買的不管多少 你的價格一買 它中古車的價格就是說 它一連 假設我賣給你的時候 這個車子是100萬賣給你 它一年的折舊是很標準 就是10萬塊的折舊 就是有些車行跟你 天歡亂醉的跟你講 你敢不敢跟你回收 這台車子賣給你敢不敢回收 你把它試看看就知道了 敢不敢跟你回收 因為它使用一連 它敢不敢以多少錢跟你回收 這樣子你就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你買中古車 一定要有花票 萬一出了事情 找不到人 所以很多消費者都 為什麼對中古車行 那種觀感 所以你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我100萬的車子 如果跟你買的話 我用了三年以後 70萬可以再賣給你 那當然 一連折舊 你就一連折舊10% 你留2萬塊給我賺 一連他的折舊公司 就是10% 可是你要看里程數 不能用 那一連里程數說 1萬2公里 很標準 我在網站有寫 一連的里程的標準 就是1萬2千公里 如果你超過那個里程 再做計算 如果你去撞到的時候 再做計算 我航車子好好給你 它有一個公式里程 但是你還寫了一個說 6年內都算新車 是 因為我們在台灣 它認定的就是6年內 因為它還沒驗車之前 都是算新車 6年才驗車 所以為什麼說 懂得理財才離你 不懂得理財才不離 所以我什麼時候換車比較好 比較划算 你最好是買人家 譬如現在 有中古車 越新越好 它落地15% 就是說今天早上領了牌 這個新車 假設新車是300萬 那你今天早上領了牌 下午你去買這個車 我告訴你 因為它折了15% 馬上給你 等於也是買新車 其實剛才林董 他有一套公式 說6年 其實我覺得進口車跟中古車 所謂幾年入手 那個年份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進口車我們知道 有很多的價格是關稅 它本身價值可能 比如說300萬的車 它可能價值沒有300萬 但是因為關稅 它就那個行情 所以通常中古車 折舊是比國產車快得多的 一般這種主流品牌 比如Toyota Honda 跟林董講的 你可能開了7年 才折半 7年了一點都不誇張 你看一台雙B車 開7年剩多少錢而已 那可能剩3折而已 所以呢 我個人是認為 大概一般的國產車 大概5年6年入手不錯 它大概跌到谷底 再往下走很少了 那你進口車的話 大概約莫3到5年之間 因品牌不等 如果法系車啊 義大利車啊 這一類的車 大概3年就差不多要折半 如果雙B的話 可能4年到5年 大概這樣抓會比較穩定一點 是 不過要買二手的時候 還要再看一個地方 就是你在哪裡買 價格也會差很多 有嗎 這有差嗎 我本來都不曉得 原來這個表格做出來之後 大家才知道 原來你買Toyota 像你剛剛講的 Toyota很保值對不對 但是Toyota你看在新北買 大概一輛47萬 桃園買43萬 台中買43萬 到高雄變42萬 越南越便宜嗎 跟新北就差了多少錢 你看就差了5萬 一部車就差5萬塊錢 好來看其他的 Misubishi呢 如果你到桃園來 桃園比較便宜 最便宜 31萬多 你上呢到哪裡買 要到彰化 台中 彰化去買 34萬 那如果賓市呢 如果是賓市呢 請到高雄來買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怎麼會這樣 B&W的話變成是桃園 桃園 然後福特的話是到彰化 跟台北家也一樣 然後再來是Mazda Mazda也是到彰化去 誤導消費者 可是這種 那個是統計數據 因為那個數據 我告訴你 你買的越便宜 未來的折舊你越多 我告訴你 因為台北市是一個都會區 我告訴你 它有消機會 消保會 我跟你講 它很嚴苛的對一些車商 所以你到外縣市 就是那些我跟你講 最好的車我告訴你 都在都會區 所以可能看便宜 可能後面有眉港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假設我現在 這台台北市買了一台車 100萬買的 你一連折舊就是最多 12萬 因為我中間要賺2萬塊 那一折10% 那你到了 你說到台中南部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新聞的封閉 比較沒有像台北這個 它的那個新聞 現在上網都可以查到了 對 但是因為 在南部的它沒有 那個網路沒有那麼透明 對 所以你買到的車 譬如你看到那個價格 也許門板換過 後離行箱換過 當然使用沒有影響 它的使用的情形 但是我們以中古車商 我們在抓車子的情形 你只要S版換過 一部車 你S版換過的話 以100萬來講 那下差 至少要差10萬塊 所以你看的 這個數據是不準的 因為它換過零件 可能會是事故車 或者是它可能有 出現其他的狀況 所以才會換過零件 對不對 不是 當然有一些事故 它會換零件 但是你要換過 S版換過 包括引擎蓋換過 它的價差就差很多 其實我覺得每個品牌的差異 它的差異會很大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品牌 都一樣 它可能總公司 母公司在台北 然後全省各地不同的經銷商 北部可能就分桃竹苗 然後可能基隆 大台北跟台北市 可能就分很多不同的經銷商 那每個經銷商的經營風格 可能不見得一樣 比如說同樣一個車好了 我今天 某個經銷商是比較謹慎的 我跟你原廠調車的時候 我數量抓得不是很鬆 我抓得蠻緊 我覺得 預估我今年大概這個車子賣100台 我就跟你頂多 叫個105台 某個逼的經銷商 一樣的車 我也抓100台 跟你下個150台 先下再講 先搶再說 因為剛才你都講 為什麼有掛牌車 我下了之後 可能每個台數價格 可能也有抵抗 然後可能 還會有什麼獎金回饋之類的 所以呢 因為這種因素之後 的確 有一些地區經銷商 價格就搞得很糟糕 像進口車裡面 某一品牌 不要加哪一品牌 A開頭的 前幾年就因為這個事情 搞得腥風血雨 因為就有經銷商 經銷商說是原廠逼迫我 原廠說沒有 是你們要的 拚命的篩貨 然後新車都折到 大概八折在賣 所以說這些背景因素很多 並不完全因為說 林總講的 可能資訊當然很重要 第一個很多品牌 在內部的一些因素